政府資助幼稚園的模式 由這個學年起 由以往的學勸制 改為實施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 政府預留67億經常性開支 提供不同程度的資助 給本地合資格的半日制、 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非牟利幼稚園 但扣除政府資助後 並不是等同學費全面 直至今年10月底 仍然有39名半日制的學生 以及2313名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幼稚園學生 仍然需要繳付學費 半日制的學費上限為9960元 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就是25890元 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聯同20名基層家長 和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會面 有家長就表示 希望計劃可以提高全日制的資助學額 我的小女兒到時讀全日制 她可以上學 我又可以去做一下 學一下 做事 賺點錢 改善一下家裡的生活 還有給她 可以去學一些慶祝班 現在如果不是的話 那個惡性會有少少循環 蔡若蓮在會後表示 相信已經有九成的半日制幼稚園 做到免學費 未來會視乎實施情況再作更進 第一年推行 在大家包括業界的配合 努力底下 我們做到這個成績 我覺得已經很不容易 長遠來說 當然我們都很希望能夠回應到 社會那個 會不會全面的免費 這個當然是可以大家繼續去探討 她又表示 局方鼓勵學界設立平台 比小學和幼稚園的教育工作者有更多溝通 Live TV 記者 徐家信報導